男人小心翼翼地用挖耳勺取出一点火药 接着他将火药轻轻地放在匕首之上 虽然仅是儿时大小般的火药 但在受到外力的撞击后 也会产生堪比核弹的爆炸威力 接着上校将火药分别填装在拳套和靴子上 而他这样做的目的 只是为了能够打败地表最强生物犯马永次郎 原来在很早之前永次郎就和上校约定 如果上校想要维系两人之间的好友关系 那么上校就要想办法每年打败永次郎一次 无论他使用任何武器 哪怕是核弹也是无所谓的 上校全副武装静静地等待着永次郎的到来 可突然身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上校连忙回头却惊讶地发现 永次郎不知何时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身后 好在史翠登反应迅速及时拉开身位 要不然这准备的一切可就全都白费了 可谁知永次郎却开始哈哈大笑 面对永次郎的嘲讽上校却是一两的淡定 可下一秒永次郎就猛的一脚将上校的头盔替点 上校人都傻了 相比于以往和永次郎的对决 这次上校感受到的压迫感更强烈 但为了不违背两人之间的约定 上校无论如何也要打出一拳 永次郎再强也是人类 他就不相信没有炸药解决不了的探机生物 可花音未落 自己的盔甲却一分为二 为了不让永次郎看出自己内心的恐惧 上校将拳头碰在一起给自己撞了 却忘了拳套里装满了炸药 这智商真令人担忧 可能是虐菜实在太过无聊 这次永次郎决定打打高端局 他来到亚利桑那州立监狱 打算和奥利巴进行一场真男人之间的较量 见此奥利巴也不废话 他脱掉衣服露出了他那锻炼到极致的肌肉 为了保持这身肌肉 奥利巴每天要摄入超过一万卡路里的食物 换算成饭团的话相当于500个 可即便如此 他依旧可以将体质控制在5%里面 可对于奥利巴那身死肌肉 永次郎却满脸的不屑 见此奥利巴摆好架势 地表最强生物犯马永次郎 对上全米最强格斗是奥利巴 究竟谁的实力更胜一筹 只见奥利巴调动全身的肌肉 猛地朝永次郎挥出一拳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永次郎的出拳速度竟然如此之快 仅是交手的瞬间 奥利巴就被一拳打飞到树米台湾 起身后的奥利巴不仅感叹着一拳的威力 看来是自己大意了 如果要拼力量的话 自己绝对不会落入下风 这一刻两人都在彼此的海拔中不断攀升 只见永次郎突然开始发力 奥利巴的海拔居然开始下降 仅是相差0.01公分 这场地表最强对决 还是以奥利巴失败告终 而另一边 任牙在自己家的地下室 开始利用鬼脑模拟练习 任牙一刻也不敢松懈 全身的细胞都处于最紧张的状态 渐渐地在这昏暗的房间里开始出现虚想 而任牙利用鬼脑想象出来 正是他的父亲犯马永次郎 可这还远远不够 真正的永次郎比这更强 更敏捷 更狡猾 就在任牙的神经高度紧张时 突然虚想向任牙发起了迅猛的攻击 速度之快任牙根本来不及反应 只能被动地用手臂阁打 一时间整个大地都为之颤抖 方圆树尸里的区域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地震 难道身为恶魔之子的任牙就这样惨败了 任牙竟然融化成了一滩烂云 此刻他的身体仿佛变得像水一样填满地面 可突然他的脚下发力 整个人如闪电一般冲了出去 速度之快 就连身上的汗水还停留在半空 就在刚刚 任牙在自己家的地下室利用鬼脑模拟练习 可他始终无法将身体液化 就在任牙不知该如何是好事 突然墙上的小墙吸引了任牙的注意 蟑螂独特的身体结构令任牙深深地着你 那种不需要加速就能瞬间达到最高速度的 在整个大自然也没有几个动物能够做到 如果它们的体型和人类一样大 那么最高时速可达270公里 如果人类想要以这个速度气跑的话 结果只能是被高铁撞飞变成一滩肉米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体所能承受的范围 不过在任牙的世界里一切皆有可能 直到无意间任牙在路边看到了一具蟑螂的尸体 任牙顿时受到启发 蟑螂体内流出的不是肌肉也不是纤纹 而是乳白色的液体 领悟到了蟑螂体内的奥米 便牙开始将身体液化 渐渐的他的整个身体都仿佛像水一样柔顺四滑 看来在父子大战前任牙的实力又提升了一个档子 与此同时 勇次郎来到德川家里做客 一见面勇次郎便询问德川最近有没有去医院 被勇次郎这么一问德川顿得厉害 这还是他所认识的诗人魔王 在他的印象里 勇次郎是一个把小孩和军队一视同仁的责任 可如今却开始担心自己这个老头子的身体 德川调戏的嘲讽勇次郎是不是老不错 可话因为路 德川手中的烟感突然掉在地上 接着竟然从口中磕出大量的鲜血 德川满脸的不可置信 随后便失去意识的一头栽倒在勇次郎的面前 经过检查后得知德川已经是肺癌晚期 而这就是勇次郎经历过无数次战斗 所进化出的特殊技能 他能用眼睛看到周围人的每个弱点 从小到还没有被发现的蛀牙 大到就连本人都还未察觉的癌细胞 所有弱点通通都逃不出勇次郎的防御 无论是面对回来的拳头 还是高速飞行的子弹 甚至是海军陆战队的坦克 勇次郎都可以找出他们的破绽 并且将其击垮 也正因如此勇次郎至今也未尝败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无敌的男人 在听说了自己的儿子 想要让他做一顿饭的时候 却气得连手中的刀叉都被掰乱 看到勇次郎如此的愤怒 上校并没有感到意外 因为当他从任牙的口中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也是如遭雷击 甚至他都开始怀疑任牙是不是疯了 然而在任牙看来 这只不过是一场简单的父子饭局而已 想象一下勇次郎坐在任牙的对面 父子两人一起有说有笑的吃着饭 这该是多么温馨的话题 任牙越想越激动 甚至已经开始模仿出两人吃饭的场景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 上校的一句话打破了任牙的幻想 因为勇次郎实在是太强了 强大到不会做出这些合乎常理的事情 任牙深深地叹了口气 虽然他知道想和勇次郎一起吃饭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这次他就是想任性一回 听完上校的话 勇次郎气得一拍桌子头 也不回地离开了饭店 走在街上的勇次郎仔细一想 自己好像的确好久没有做过饭 与此同时 任牙正在家里惬意地泡着咖啡 可突然他的头发竖起 这是饭马星人独有的各说明明 任牙已经感知到了父亲勇次郎的到来 任牙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只不过是想喝一杯父亲泡的咖啡 可结果勇次郎却气得直接把桌子撕成了两半 并且勇次郎表示 如果想喝到他亲手泡的咖啡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按着他的脑袋逼他去跑 就在刚刚 任牙像往常一样训练完泡着咖啡 可突然他感受到一股强大的能量直冲他的天灵毯 而这正是饭马家族独有的特殊能力 任牙已经感知到了父亲勇次郎的到来 并且随着勇次郎的一步步的靠近 任牙的感受也愈发的强烈 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仅是转身的公主勇次郎就已坐在楼内 任牙恭敬地将咖啡递给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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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杯子放下后 任牙恭敬地开口询问任牙 敬佩还有增恨 在他看来父子之间的吵架 可不是像比赛那样约定好时间和弟子 而是在日常的生活中 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响吃产生口感 最终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从而大大出声 听完任牙的话 勇次郎也终于明白了 任牙惊呆了 没想到勇次郎发火的理由这么刁钻 吓得他连忙跪在地上给父亲道歉 任牙这顿操作直接给勇次郎整不贵 看着任牙如此虔诚的道歉 勇次郎不禁感慨难道这就是父子子效果 可就在勇次郎感动之时 任牙却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他开始调侃勇次郎 如果咖啡真的不好喝 那他又怎么会两口全部喝完 被拆穿的勇次郎顿时感觉没了面子 可谁知任牙非但没有停手 反而提出了一个更加无理的要求 那就是他想喝一次勇次郎亲手号的咖啡 这下勇次郎是彻底的激怒 如果任牙能够做到 也说是泡咖啡 就算是让他勇次郎做饭也是没有问题 勇次郎走后 看着满地的狼藉 任牙竟然感觉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雨 顿时一股强烈的屈辱远上心头 任牙连忙冲出房间对着勇次郎喊 第二天任牙将撕烂的桌子重新拼好 因为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为此任牙将学习的两人半的厨艺全都展现了出来 不出片刻就做好了满满一大桌子的美食 可突然任牙察觉到立场 回头一看勇次郎已经出现在门口 然而任牙并没有感到意外 因为他相信父亲一定会来 观众期待下 地表最强父子饭局终于开始 只见勇次郎很有礼貌地鞠了一蹦 随后拿起碗筷就开始大口吃了起来 任牙满脸的不敢相信 这还是他所认识的饭马任牙了 就在任牙一脸茫然的时候 突然任牙一脸茫然的时候 突然任牙一脸茫然的时候 他向着慈祥的老父亲一样 耐心地教育任牙吃饭的时候不能三心二心 要对眼前的食物充满感激之心 这是最基本的尊重 如此一本正经的教导 听完父亲的话 任牙甚至都快要哭了 他没想到能够徒手接子弹的猛 打起筷子来却是如此的优雅 自己不懂得诸多理 父亲勇次郎却是如此熟练地找 这是任牙第一次因勇次郎是自己的父亲 而感到深深的自豪 吃完饭勇次郎再次向任牙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一刻永次郎不再是什么地表最强生物 他仅仅是任牙的父亲罢 任牙深深地叹了口气 他鼓起勇气向父亲提出个请求 那就是想让范马永次郎帮他洗碗 可当任牙回过头时 却惊讶地发现 永次郎已经握紧拳头出现在自己面前 可令任牙意想不到的是 永次郎竟然提出想要理猜拳的方式 来决定谁来洗碗 既然如此任牙也只好答应 然而就在他以为自己赢了父亲 而感到庆幸的时候 永次郎这老灯却微微一笑 接着永次郎用手指夹住任牙的拳头 然后抹发力 任牙把身体想象成熟 随后他挥动手臂 一巴掌狠狠地抽打在永次郎的身上 可令任牙意想不到的是 永次郎竟然把全身的肌肉绷紧 恐怖的模样就像是被包去了皮肤一样 全身的肌肉和血管都清晰可见 而这种原理就像是右手被伤了 马上扇一下左手就能减轻痛苦 这样一来就可以把鞭打所带来的痛苦 全部由皮肤分散出去 而这一切的起因 竟然出现在一场父慈子笑的饭剧上 任牙质问永次郎为何要杀害自己的母亲 永次郎听扣也是瞬间报名 他斥责任牙根本就不懂 他这个老父亲的良德任性 点看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任牙上前一把抓住了永次郎的意义 可谁知任牙非但没有收手 反而得寸进尺 一时间整个大楼都开始颤抖 既然任牙不知悔 永次郎也只好出手教育一下这个小鬼 然而面对父亲的警告 任牙却毫不在意甚至还有点想象 既然如此 永次郎也决定好好让任牙感受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父爱 紧紧一击 任牙就差点被打出了窗外 好在及时稳住身形 这才勉强保住了一条小命 此刻两人重新对立 然而面对父亲一步步的靠近 任牙竟然第一次感受到了畏惧 这种刻进细胞里的血脉压制 让任牙本能地想要逃跑 然而还未等他反应过来 永次郎的大手就抓住他的脑袋 将他狠狠地按在钢化玻璃上 随着手上的力道加强 能够抵挡子弹的钢化玻璃竟然碎裂 下一秒 永次郎竟然带着任牙从酒店的窗户一跃而下 这一幕直接将楼下的众人都看傻 然而只有任牙知道 永次郎是不可能傻到和他同归于尽的 果然在即将落地之际 永次郎将任牙按在了身下 请客间停在楼下的劳斯莱斯就被砸成了废体 烟尘散去 永次郎仍旧毫发无伤地矗立在原地 接着他一把将死狗一样的任牙扔在地上 随后他脱掉西装来到任牙的面前 质问他到底还要在地上躺多久 眼看被识破任牙也不装了 他乖巧地让父亲拉他起来 然而就在两人手掌相握的瞬间 任牙猛地抱起 狠狠地一巴掌扇在永次郎的脸上 左手向我本就代表着决定 任牙更是利用父亲的好意发动偷袭 这无疑是将两人的关系推向落魂 然而令任牙更震惊的是 他这一巴掌就好像抽打在了眼 宝金风吹雨打的巨石之上 这一刻任牙彻底陷入了绝望 面对任牙的无理 永次郎怒火中烧一巴掌就将任牙扇飞了出去 见此围观的警员们还想上前阻止 可此刻的永次郎就仿佛像只猙獰的恶狗一样 面露和善地向任牙一步步地靠近 他来到任牙的面前 然后一把掐住他的领体 将他像零一只小鸡一样轻松提起 任牙疼得哇哇大叫 随后被永次郎一把丢了出去 看来今晚注定是个漫长的夜郎 任牙并没有回答父亲 而是脱掉了鞋子 瞬间来到永次郎的面前 然而他的攻击在永次郎的眼里是那么缓慢 仅是轻描淡写的一击 就将任牙瞬间打得失去了意识 紧接着永次郎一脚将任牙踢飞了出去 此刻的任牙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面对永次郎的攻击是那么的无误 然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接着永次郎开始放松身体 他决定弄出针对老人和小孩的招式鞭板 起初任牙却不以为然 然而当他向永次郎发起进攻的时候 永次郎抬手一巴掌狠狠地抽打在任牙的背上 任牙瞬间呆愣在原地 两秒半后一股剧痛起来 任牙捂着后背疼得满地打鼓 可还未等他喘息 永次郎的攻击再次起来 任牙彻底崩溃 但好在他也懂得鞭打其中的奥 接着他也开始放松身体 整条手臂像鞭子一样狠狠地抽打在永次郎的背上 可他忘了没想到 永次郎竟将全身的肌肉绷紧 以此来化解鞭打所带来的疼痛 就在任牙震惊之时 永次郎却开始嘲讽任牙 永次郎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看看任牙的真本事 见此任牙也决定不再保 只见他开始放松身体的每一个关节 每一块肌肉 甚至是内脏细胞 只有这样 他才能够将绝技完美地展现出来 随后任牙的手臂开始融化 接着是整个身体 不出片刻任牙就融化成为一堂烂女 此刻他的身体仿佛像水一样填满地面 可突然他的脚下发裂 整个人就如同一只高速飞行的蟑螂一样 朝着永次郎猛冲而去 如此强大的冲击 即便是地表最强生物也满意招架 然而他还是太小看食人魔 永次郎一个急杀稳住的身形 可任牙根本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 狂的跃起一脚狠狠地踢在永次郎的脸上 紧接着又是一脚 直接将永次郎踢进了老八块楼屋 起身后的永次郎微微一笑 再次面对任牙发起的攻击 他早有防备某的一个被摔 将任牙从大厦的外墙扔了出去 然而当他上前查看任牙的情况时 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他呆愣在原地 因为此刻楼下已经聚集了上万名群众 这群人居然都是永次郎的狂热粉丝 如此浩大的场面就连导国首相永从未有 一时间父子俩的大战 已经成了全世界所关注的焦点 为了能够见证着历史性的预可 所有人都在第一时间拼命地赶往战斗现场 看着这群吃瓜群众任牙无奈地深深叹了口气 没想到一场简单的父子纠纷 竟然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 但是已至此 永次郎也只好顺其自然 他从高空一跃来到任牙的面前 看着父亲的强装不屑的神奇 任牙调戏地嘲讽永次郎 同超级赛亚人一把 见此任牙打算故技重施 他再次使出脱离 然而想象中的画面并没有出现 这次永次郎竟然站在原地纹丝未斗 仅仅一击 任牙就被一巴掌拍飞了出去 永次郎缓缓地来到任牙的身前 任牙忍着剧痛从地面盘起 可迎接他的又是父亲充满慈爱的一击 这一刻任牙彻底崩溃 无论他如何向永次郎发起攻击 结果都是被无情的一巴掌扇飞出去 渐渐地任牙的意识开始模糊 此刻他才感受到父爱是如此的强大 然而下一秒任牙猛地攥走拳头 内心的斗志支撑他再一次站起 他挤出残留在鼻腔里的血液 拍了拍脸颊 此刻的他又满血复活 见此永次郎露出满脸的无限 任牙也不废话 脚下猛的发力再次向永次郎发起迅猛攻击 可在永次郎的眼里 任牙的攻击还是那么的缓慢 甚至他只需要用单手就可将其轻松抵挡 然而随着任牙的攻击愈加的努力 永次郎也开始变得兴奋 因为此刻他真的感受到了任牙是在成长 然而当他回不神来 任牙已经将双手举过头顶 接着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任牙竟然摆出了对战皮克时的三角龙拳 永次郎见状直接惊掉了下巴 与此同时 皮克也在大厦的高处观看这场史无前例的父子大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